记者陈丽言综合报道,南韩第54届百想艺术大奖于前晚在首尔盛大开奖,去年的戏王戏后孔刘,徐玄镇应邀单任电视类最佳男女主角颁奖人,孔刘时隔一年在百想亮相,也透露正在寻找下一部作品,希望能以好的角色和观众见面。 有趣的是,新科系王曹成佑领奖后站到孔刘颁奖的位置打算致辞,却发现麦克风价太高,因而自动移位到隔壁麦克风价较矮的位置,成为典礼的搞笑笑插曲。 前晚曹成佑以新剧秘密森林击退张鹤、金香仲、千虎珍、朴、许俊等劲敌,从圣界百想信王孔刘手中爆回最佳男主角奖,没想到因为身高184公分的孔刘使用的麦克风价实在太高, 身高173公分的他接过讲座后,移动到先前孔刘站的位置,却发现两人高度又差,曹成佑发现不对劲后也笑说,麦克风太高了。 随后一位到徐璇阵站的位置致辞,令观众看了忍不住官二一笑。 孔刘、左、时隔一年现身百想艺术大奖,担任电视类最佳男主角颁奖人。 翻射自日刊体育,曹成佑移到麦克风价较低的位置致辞。 翻射自never。 翻射自日刊体育,曹成佑发现任电视类最佳男主角颁奖人。 翻射自日刊体育,曹成佑发现任电视类最佳男主角颁奖人。 翻射自日刊体育,曹成佑发现任电视类最佳男主角颁奖人。